感覺世界很黑暗嗎? 感覺美國完蛋了嗎? 今天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活在一個美國歷史上 最棒的最高法院的時代 我們可能好了 這個最高法院去年推翻了 美國有史以來最邪惡的判決 就是 Roe v. Wade 這個殺死嬰兒獻祭孩童的判決 現在更棒了 就在美國獨立紀念日的前夕 美國的最高法院推翻了 Affirmative Action 中文是平權法案 或叫做維護行動 也叫做肯定行動 那這個平權法案是什麼呢? 就是大學可以用種族歧視的方式 來進行招生 或者是收學生 最棒的地方就是 輸掉這個判決的 就是美國的最高學府 哈佛大學裡面那些神經病 這個最新的判決叫做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vs Harvard 最高法院最終以6比3的票數 確立了哈佛大學 以及北卡羅蘭納州的這個大學 使用種族的因素來收聲 違反了憲法第14項修正案 平等的保護法 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 在建議書中表示 美國憲法保障人人平等 而學校多樣性的招生計畫 則不可避免涉及種族偏見 且這樣的彌補方式缺乏有意義的終點 我們過去從未允許招生計畫如此運作 今天也不會 然後 elimin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means eliminating all of it 消滅種族歧視就表示要消滅所有任何對於種族的歧視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賺來的錢送給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價值觀的公司 請你拿你的錢來支持我們這個樣子 傳達正確價值觀的頻道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正在改變 年輕人正在對於左派掌控的世界產生反感 現在就是我們要來帶領這些年輕人的時刻 告訴他們聖經的價值觀跟世界觀 神的大能 聖靈的感動 耶穌的慈愛 全部都寫在聖經的律法當中 請一起來支持我們AI News的事工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翻轉時代歸向耶穌 加入我們的會員之後就可以參加到我們Discord聊天室 裡面100%都是跟你一樣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還有個特殊群組 會在我們的Discord聊天室裡面 你想要Homeschool嗎? Homeschool的資源應該從哪裡來呢? 我們請到了兩位母親 就是之前上節目的Sunny跟Lily 兩位Homeschool達人 一起來幫助你跟你的孩子 奪回你孩子的教育權 一起翻轉這個時代 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的家庭開始 建立基督價值觀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是伊藤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了解我們是保守派 我們應該要每天在這個地方 檢討、認罪、悔改 抱怨這個世界不夠好 然後天天在那邊說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但是這個最高法院 我們要感謝其中三個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三個大法官都是由一個總統提名的 這個總統被左派說是不正當拿到總統職位的 所有的政治評論員都說這個總統不可能當選 他完蛋了 但是這個總統確認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改變了整個美國的方向 在這個被左派的企業 左派的政治人物 左派的新聞媒體控制下的體制 三權分立 唯一保存下來的美國價值的 就是最高法院 正在守護著美國 美國的國歌 通常不會被藏到第四段上面說 欲碎還是瓦權 擺在我們面前 自由人將奮起保衛國旗長招展 祖國自有天象 勝利和平在望 建國家保家鄉 讚美上帝的力量 我們一定得勝 正義屬於我方 我們信仰上帝 此與永始不忘 在星光燦爛之旗 定在勝利中飄揚 在這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希望大家在這個獨立紀念日 有歡慶這個重大的正義的新聞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是一群學生 在哈佛跟北卡大學招生的時候 遇到一些種族歧視的學生 這些絕大多數的學生 都是亞裔的學生跟白人的學生 因為他們的種族的關係 而被拒絕入學 這邊還要感謝所有的亞裔的學生 如果這個活動只是一堆白人 起來抗議的話 那可能這個法案永遠都不會被推翻 我們活在一個種族歧視的世代當中 我們的政府、教育還有社會 正在鼓勵而且促進、刺激、攻擊、侮辱、孤立白人 但是左派這次不小心了 沒有注意 不小心把亞洲人也扯進來了 亞洲人在美國是少數中的少數族裔 被打擊、被攻擊的族裔 所以說這次剛好就徹底推翻了 Affirmative Action的說法 自從1960年代以來 黑人的人權法案之後 左派發現他們可以用這個樣子的 受害者心態的方式 來複製人權法案 來得到支持還有獲得權力 因為黑人在美國的歷史上 是非常獨特的角色 因為美國曾經擁有過黑奴 而且把黑人的奴隸制度寫在了憲法上面 他們認為他們可以創造出一個多元交織的受害者心態聯盟 英文叫做intersectionality 來奪取政治上面的權力 到現在已經擴張成一堆不男不女的人 然後還有一堆性變態的人加入到他們陣營當中 自己以為自己在為了最新的人權法案奮鬥 Affirmative Action在說的就是 我們要保護這些少數民族 這些人人數又少又可憐又被打壓 所以我們要給他們特權 種族特權 結果就有一群人辛辛苦苦的來到美國 人數很少又很可憐又被打壓又被歧視 但是他們很努力 讀書學習考上大學創業 在美國變成了平均收入最高的族群 然後現在卻被跟白人一起被打壓 只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所以亞洲人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們這麼努力 然後呢卻被美國的大學歧視 所以並不是亞洲人自願地加入白人的陣營 而是亞洲人被左派踢到了 跟白人站在一起 這個判決推翻了之前的 Gruder v Bollinger 的一個判決 這是大概在23年前 好像是2003的案子 那這個判決結果是 依照種族來分類學生 這個判決結果是 要來支持依照種族來分類學生的 當時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 她是一個常常跟自由派 站在一起的保守派 她當時說 我們期待25年之後的今天 使用種族特權制度 不會持續的為了今天的判決而存在 這是一個很酷的一個觀點 就是當時就算是允許了這樣的制度 但是卻有一個有效的時間的想法 這樣的想法是從哪裡來呢? 是從憲法的嗎?當然不是 是來自自由派跟這些假保守派的緩兵之際而已 但是現在剛好就是快要25年了 最高法院現在說時間到了 我們現在要廢除種族特權制度 而且不只是這個 Sandra Day O'Connor 這個雷根總統指派的大法官 這個樣子認為 連自由派的法官也是這個樣子認為的 自由派的標杆 Ruth Bader Ginsburg也說 種族特權制度不可能永遠在美國使用 但是現在是實用的 為了就是要讓我們當今的社會 可以得到種族平等 目前美國最值得被尊敬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Clarence Thomas 當時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但是基本上沒有很多人在討論 因為他的觀點就是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這些學校 為什麼這些大學會這麼堅持的 要維持種族特權制度 大學會這樣做 不只是因為他們恨自己 恨事實 恨白人 然後希望美國被左派共產主義完全掌控 而是因為這些大學想要維持他們的聲望 這些大學看到的就是 這個社會正在搞種族隔離政策 用的是什麼包容 接納 均富 平等 這些東西是美國人開始在乎的方向的時候 他們需要創造的就是這類的精英 只要能控制這些精英 就可以控制他們學校的聲望 所以他們只要把這些學校的名額 開放給那些不同種族的人 然後就算這些種族的學術成績跟考試 並沒有比較好 但是只要他們這樣做 他們就可以維持他們自己在美國左派心中的地位 促成一個龐大的政務 而自己學校本身就是創造這個大政府的學校 就可以維持學校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 當時Clarence Thomas說大學需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高學術的標準或是多元的標準 如果這些學校要的是教育水平高的話 那他們就不可以玩這種種族遊戲 但是如果說他們要搞什麼種族多元 性別多元 性向多元的話 那他們就沒有資格叫自己是一個好學校 因為對Clarence Thomas來說 種族特權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自己就是個黑人 他靠著自己的努力 出生在一個很不好的區域 一個平民的家庭 努力的讀書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讀到好的大學 最後變成了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他跟所有的人競爭 白人、黑人、亞洲人、西語藝人 因為他對自己的標準是高的 所以創造了今天的他 因為他不相信黑人比白人差 他不相信任何的種族特權 所以他今天成功了 他認為說應該要高舉成功的黑人 而不是貶低所有的人來達到對黑人的平等 這個判決非常棒、非常的好 是一個讓美國回到憲法的一個判決 而且我們要感謝一個人 就是把這三個保守派的大法官 放到最高法院的總統 他所有的行政命令都被撤掉 所有的政策全部都被廢除 促成的國際和平一瞬間就被打破了 就連他存下來的緊急儲備石油 都快要被用光了 但是他留下來的法院 正在維持美國的正當性 如果今天神跟先知說 我要毀掉美國 裡面一個藝人都沒有 那個先知可以跟神說 現在在最高法院還有六個不錯的人 所以先不要毀掉美國 現在美國大學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美國社會的縮寫 這些大學看到的就是整個美國 正在往左傾的方向傾倒 所以說他們要維持他們的生育 所以依照客戶的慾望來製造方向 這個法案贏得的勝利 是一個法律層面的勝利 而不是在教育層面的勝利 因為哈佛大學馬上就出來發布聲明 說最高法院的判決是最高法院的判決 你的姓名跟銀行帳戶的多寡 不是我們招生的方向 簡單來說就是 哈佛大學在說 我是一個私立學校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想要用種族招生就用種族招生 你最高法院判的東西 我有權力完全不理 這次哈佛大學是對的 他們要把他們的學校搞爛 是他們的事 我們不用擠進去 只為了得到哈佛的學位 聖經上面說不能崇拜偶像 學歷跟學校也是一個偶像 我們要在乎的 反而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事情 例如像說我們的教會 很多教會現在跟大學一樣 開始接受左派的議程 甚至扭曲聖經來表示 基督教很多元 基督教很接納 基督教很平等 以下是一位 不知道是哪個教派的同性戀牧師 在抖音上面宣告 變裝皇后是神聖的 而且耶穌也說自己是母雞 drag is holy there has been an assault on the rights of drag performers in this country and we must call out the hypocrisy and the injustice Jesus called himself a mother hen longing to gather up her chicks gender is a construct you see and if Jesus can be a mother hen then you can dress in drag I've even heard it said that Jesus was and humanity is God in drag so let me say this again for those of you in the back drag is holy 對 變裝皇后是神聖的 這位牧師在這邊引用的是 他引用了一個經文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節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把奉派到你那裡的人打死 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招聚小雞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那這個牧師的說法就是 耶穌把自己形容成一隻母雞 要來招聚小雞到翅膀底下 那如果說耶穌都可以當母雞了 那你當然可以當變裝皇后啊 這是一個完全忽略這一節前面在講的那個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把奉派到你那裡的人打死 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 好像母雞招聚小雞到翅膀底下 只是你們不願意 很明顯這段經文是一個形容詞 耶穌都說了好像了 形容詞的意思就是利用一個東西去試圖解釋 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邊說的是耶穌想要跟母雞聚集小雞一樣 把耶路撒冷的兒女聚集起來 在他的保護當中生活 耶穌在這邊說的並不是 他是一隻母的鳥類動物 然後身上長一堆翅膀 然後一堆羽毛那一種 而且耶穌在這邊說的絕對不是 性別只是一種社會制度的產品 Social construct 這樣的牧師不但斷章取義 而且根本就是在無中生有製造律法 第二個這邊再說到就是 耶穌不在乎性別錯亂的變裝 絕對是假的 事實上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性別 是被聖經禁止的 在聖經上面不管是新約還是舊約 神都非常的明確指出來 男女有別不要亂竄 生命記二十二章第五節上面說 婦女不可穿男子的服裝 男子也不可穿婦人的衣服 因為這樣做的人都是耶和華你神厭惡的 英文是abomination 這句話雖然是在舊約 但是這樣的制度跟這樣的律法 在新約裡面也出現 格林多前書十一章這邊說 雖然是我常常有點不太認同的一章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 你應該要效法我 就像我效法耶穌一樣 那為什麼我不直接效法耶穌就好 為什麼我要跟隨保羅呢 但是保羅在這個書信裡面 他說男人把自己弄得跟女人一樣 是被禁止的 這邊講到就是男人留長頭髮 同一篇書信也講到 男人不可以做那些不公義的行為 其中就包括行為舉止 像個女人一樣 這也是我之前常常被觀眾念的東西 男人不可以留長頭髮 不可以戴耳環 其實我沒有太放在心上 因為我看聖經裡面 甚至在那個都靈果施部上面的耶穌 也是長頭髮三孫 而且耶穌是拿薩勒人 拿薩勒人的意思就是 這群人就是刻意遵循民宿紀六章一到二十一節那邊的人 OK 拿薩勒人他就是不喝酒的 然後呢是以及任何的葡萄製品 醋跟葡萄他都不吃 而且不剪他頭上的頭髮 我認為保羅說男生要剪短頭髮是因為他是羅馬人 如果他的文化中短髮代表著男人的象徵 而長髮代表著女人的象徵的話 那這樣子的文化裡面 男人留長頭髮就是一個羞辱 總之我不認為說男人不能留長頭髮這一點 那這個話題很無聊 而且如果我的頭髮跟你跌不跌倒 或是你又沒有得到救贖有關係的話 那你很有可能沒有得到救贖 不過拿薩勒人在猶太文化裡面 同時也代表著被藐視的人 或是被親視的人 所以說 I don't know 或許耶穌被親視或被藐視是有原因吧 跟保羅這一段有沒有剪頭髮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但是這裡可以確定的就是 耶穌絕對不可能允許變裝皇后 這個Drag is holy 變裝皇后是神聖的 是完全虛假 而且沒有任何聖經根據的 但是 卻有太多的教會 太多的牧師 為了表現包容 為了表現很多元 在一個地方斷章取義 竟然把耶穌也變成了變裝皇后 來滿足自己性變態的慾望 我們要了解現在的狀況 而且知道敵人的攻擊方式 我們就可以有最有效的應對模式 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可怕的東西 好像我們現在四面楚歌 如果你跟我一樣住加州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州好像完蛋了 但是其實不是的 從左派對現在的事情斷章取義 到這個Bud Light被抵制 Target被抵制 我們的力量其實是越變越大的 敵人好像變得越來越強 但是說穿了就是一隻紙老虎而已 只要我們夠堅定 我們遵守神的律法 我們就可以得勝 左派他們只能一直欺騙自己 他們從來不認罪 從來不悔改 總是找一堆理由說 為什麼他們現在正在輸掉 現在的文化戰爭 這個就表示 我們目前做的事情是有用的 他們認為說他們是正義的一方 所以當年輕人開始反彈 當普通的人開始認為說 性別好像真的只有兩種耶 他們唯一的解釋方式就是 邪惡的保守派的分裂行動 種族歧視的共和黨的陰謀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解釋 為什麼左派結節敗退的理由 這個來自好久不見的這個 前白宮發言人 Jane Sackey 在MSNBC上面新的節目 所以, lately, I've been noticing the reemergence of a very old GOP playbook that hearkens back to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infamous Southern strategy During his campaign for president in 1968, the Republican Party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reach white Southerners who used to vote for Democrats by playing to their fears of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it worked by pitting one group of Americans against another the GOP successfully managed to split off Southern whites from the Democratic Party Now, decades later the right wing is reviving that same playbook this time with Muslim Americans and trans people Hear me out here The GOP is trying to recruit Muslim Americans a community that makes up less than 2% of the U.S. population against another tiny marginalized group of Americans transgender people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back in 2011 during their Republican primary the right wing had designated Muslim Americans as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No surprise given that conspiracy theorists remember the birthers? I do had been trying for years to portray President Obama as a Trojan horse for Sharia law Republican after Republican candidate ginned up fear about the fabricated threat posed by an Islamic legal doctrine debated by scholars for centuries to them the imaginary prospect of Sharia law in this country was scarier than gun violence climate change and more important to discuss than say millions of people who didn't have healthcare I do not believe in Sharia law in American courts I believe in American laws in American courts If we think that there is an undermining now just wait if Sharia is adopted or utilized by jus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epting Sharia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the end of our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No jurisdiction will tolerate having Sharia impo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end of our civilization as we know it he says Of course, there was no chance Sharia law was going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Trump's origin story is the birther movement is a part of that but all of this also set the stage for him to make this declaration as a candidate in 2015 Donald J. Trump is calling for a total and complete shutdown of Muslim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Now, fast forward eight years and the right wing has focused their fear-mongering on trans people and who better to go after the new enemy than the old enemy We've seen 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me thing is that these the right wing have a new attack No, they're not they're saying that we're trying to join Muslims to cleanse Muslims to let them stand together He's unlikely to to kill Muslims even now the death leak It's so obvious that they take it's not easy right victim But still he does 在有信仰的族群 在保守派的族群里面 变得更有影响力 但其实是因为 我们原本就反对变性人 穆斯林原本就反对变性人 因为穆斯林本来就反对性解放 穆斯林原本就很注重家庭 但是这是共和党的阴谋吗 这是基督徒邪恶的策略吗 其实原本他们在说这个 Southern Strategy 就是个假的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大量的美国南方的人口开始投共和党 是因为人口迁移 而且美国南方的价值观改变了 变得不种族歧视了 变得不把种族当成他们的偶像来敬拜 而是把他们的价值观当成投票的方式 最好的例子就是 Tim Scott可以在South Carolina 南卡罗兰娜州那个地方当选 如果南方的人还可以 还是种族歧视的人的话 怎么可能选出一个黑人 来代表他们进入到国会里面呢 左派他们永远不会承认的就是 他们变得太奇怪 他们变得太左了 越来越多的人看不惯他们的做法 他们把人分类的太多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推向保守派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就是 共和党现在正在赢得这些重要的文化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是事实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男人不可能变成女人 男人不可能怀孕 小孩不应该被洗脑 学校不应该有性教育 我们要彼此尊重我们的信仰 但是这些对于民主党来说 都变成了共和党想要利用之前欺压的人来打击民主党 民主 进步 促成恐惧 来洗脑这些人来投票给共和党 这是个多么愚蠢的事情 有多少原本是民主党的人 原本在2016是投给希拉蕊的人 后来改投共和党 共和党基本上从来就没有玩过这种 identity politics 人格认证的这个政治游戏 反而是民主党一直在使用的进攻模式 我们这几年看到的这些政策还有方向 不管是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Stop Asian Hey 枪支管理 堕胎 女权 变性人 同性恋婚姻 儿童性解放 儿童性教育 还有什么 解放女人奶头之类的这些运动 全部都是在分裂人 让他们彼此攻击 他们在使用的就是撒旦唯一的武器 死亡 每一个议题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 利用死亡来制造仇恨 黑人正在死 他们被不公平的对待 亚洲人正在被攻击 正在死 OK 枪支不管理的话 就是在屠杀小孩 女人不堕胎的话 就会死 人生就毁掉了 就是因为女人的权利被打压 OK 赚钱赚得比男生少 所以说女人就会自杀 OK 变性人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被真正的认同 没有人认同他们真实的身份 所以自杀 同性恋就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被社会认同 所以自杀 小孩就是因为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性别 所以自杀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在创造恐惧 而且都是在用死亡来威胁人 然后他们在这边说 我们在屠杀变性人 我们在摧毁变性人的人权 我们是邪恶的 无耻的 要来攻击这些可怜的人 2016年的时候 是他们创造了整个穆斯林的恐惧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他们当时是在说川普就是歧视穆斯林的 OK 川普在调查欧巴马 OK 整个那个Berther Movement 他们当时是在跟穆斯林说 你如果是穆斯林的话 在川普的掌权下的美国当中 你们全部都会完蛋 你们全部都被屠杀 对于西语义的人也是 川普会盖座 盖座高墙 OK Build a wall 川普是种族歧视 排外主义 这种使用种族来排挤 创造分裂来攻击阵敌 来获得选票 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的民主运作模式 所以他在这边说 这个古老的共和党的伎俩 但是其实明明就是 现在的民主党中心主要思想 实在是太可笑 太无耻了 事实上就是只要有任何有信仰的 或是有任何某层面高出人类的道德价值观的 只要在乎自己的儿女的 只要在乎家庭的 只要在乎孩子的教育的 只要是有常识的人 都没办法认同左派的运作模式 但是看到他们这个样子说 看到Jensaki这个样子 做出来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解释 其实是一个好事 其实是一个强心针 因为Jensaki在这边说的就是 在帮民主党找理由 真的再明显不过了 共和党最新的方向 就是洗脑美国人口 占不到2%的人 他们想要利用这个方式来解释 为什么他们会在2024年会输掉选举 永远不认罪悔改 永远不检查自己 永远都在怪罪别人 就是左派最大的象征 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就是永远要检讨自己 认罪悔改 不可以相信任何的偶像 不能听从任何的人告诉我们说 一切会没事 一切会好转 一切会变OK 而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要让自己跟神一起同工 这是我们唯一进步的方式 是我们唯一得到救赎的方式 这几天我在读叶利米书 以前看这个先知 就觉得说 那先知怎么这么烦啊 一直重复一模一样的事情 现在我在做这个AI News 看到各式各样的乱象 我这次看到叶利米 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不同 叶利米书26章4到6节 他说 说完这些话之后 在圣殿里面的祭司跟先知 是非常非常生气的 他们把叶利米抓起来 说你必要死 你为什么奉耶和华的名预言 说这地必像侍罗一样呢 人是不愿意听到 对自己不利的处境的 不愿意听到神的方向 跟自己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 我看起来很年轻 我知道我的圣经知识 可能没有各位 二十几年的基督徒来的要多 我支持川普 我支持共和党 但是我们不能被他们利用 我们自己要变得刚强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跟神建立强而有力的关系 来守护我们的孩子跟价值观 不可以跟左派一样 一直找理由来欺骗自己 在叶利米那个时代的时候 有一堆的牧师 跟先知是在说 没事的 耶和华跟我们站在一起 巴比伦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放心吧 但是事实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如果不听从神 不遵守神设立在我们面前的律法的话 反而听从一堆阴谋论 然后认为说 某个先知说 只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就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这样的想法 是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错误的 我在这边说的是 川普需要我们的帮忙 最好帮助川普的方式 就是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 跟属神的社区 耶利米苏31章22节 这边说转离正道的女儿啊 你们赚来赚去要到何时呢 因为耶和华在地上建造了一件心事 就是女的要来环绕男的 这一段我一开始读到的时候 是百思不得其解 觉得说这段不是专门制造给东方闪电 那个女耶稣用的吗 怎么会这么不OK 怎么会这么不符合圣经 女的要环绕男的 和和本上面说 女的要护卫男的 King James上面说的更奇怪 他说 Women shall encompass men 这里 女儿指的就是以色列 神在说 有一天是有一个新事会发生的 人会归向神 会包围神 守护神的律法 这个就是耶稣像母鸡一样 把我们覆盖在他的翅膀下面的意思 美国是基督徒的庇护所 美国的宪法 是用圣经的价值观撰写而成的 不完整 不完美 但是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用神权治国的国家 这个国家保护的是天赋人权 而不是大政府的私欲 经过了快要两百五十年 这个国家变软弱了 变直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 我们基督徒 要来守护美国的时候 是我们要来包围美国的时刻 这个独立纪念日 值得我们反省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守护 这个自由之地以及庸者之家 不然美国就会变得跟侍罗一样 原本是以色列的商业文化宗教中心 最后却因为祭司的败坏 结果彻底的被神毁灭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